生活在这个充满电子产品与互联网的时代 密码这个东西绝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试问,假如你不小心忘掉了一串密码 会给你带来多大的麻烦呢? 最近,有个叫托马斯的哥们 因为忘记了一串密码 他有可能将会失去2.4亿美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德国出生,现在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托马斯 大约在十多年前获得了一笔比特币 作为当时他为加密货币如何运作制作了一段视频 那这份报酬到底有多少呢? 不多,也就702枚比特币吧 小编之所以说不多,可不是因为算术不好 是因为当时一枚比特币的价值可能也就几美元 所以,跟程序案的高收入相比,自然不会引起重视 于是,托马斯就将这笔比特币存在一个数字钱包当中 钱包存放在一个硬盘里面 而他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 他给这个硬盘加了一道密码 现如今,比特币的价值在近几年来一路狂奔 特别是这几个月连翻几倍 一笔特币目前相当于3.4万美元 而托马斯翻出了自己的老硬盘 尝试着输入密码,体验秒变人生赢家 结果,他试了八次,全部显示输入错误 而现如今只剩下两次解锁机会 如果再错,硬盘将会自动格式化 这笔价值2.4亿美元的比特币将会永久被搁置 没人可以提取,也没人可以交易 巨额比特币被密码锁住的故事 在经过媒体报道后迅速传遍社交媒体 前任脸书网络安全负责人斯塔莫斯 表示愿意帮助托马斯解锁 但要求获取10%的酬劳 虽然说有点称火打劫的意味 但是,如果换作小编,可能我就从了 毕竟取出来还有2亿多美金呢 其实,托马斯不是第一个 比特币被密码锁住不得其门而入的人 据加密货币数据公司Chain Analysis 列分析表示 目前大约有价值高达1400亿美元的比特币 因为密码遗失而永久躺在电子钱包里 没有人拿得到,也不再流通 但另一方面,每天都有人寻求协助 试图解破比特币密码 这也出现了新的商机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提到 有一个人的手提电脑被同事重新格式化 结果里面存有的800比特币的密码也消失了 2013年,一名威尔什男子 无意间丢掉存有7500比特币的电脑硬碟 急忙到垃圾掩埋厂寻找 当时,价值400万英镑的比特币 现在大概超过2.5亿英镑 所以啊,密码还真是不敢轻易忘啊 指不定损失的就是几个亿的小金库呀 至于如何才能记住各种各样的登录密码呢? 想必各位聪明的看官总有自己的办法啦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